杨幂带货女王的称号由来已久 主要是因为她实在太会穿了 很多明星的搭配参考性都很小 但杨幂的穿搭却都是堪称教科舒适级别的 喜欢少女风的完全可以借鉴 这也是她为什么会被称为带货女王的原因 衣品这么好的杨幂基本上每次的活动造型 也总会引起很多人的惊艳之感 甚至好多次都登上热搜 途中这几套都是她相对比较出彩的造型 可鲜可美也可很有少女感 每一种风格的造型她都能驾驭得很完美 纽约时装周开始了 杨幂一身少女感十足的搭配 出发纽约时造周 身穿黄色上衣搭配蓝色牛仔半身裙 脚踩黑色乐服鞋 头戴红色棒球帽 活力十足 这一身搭配真的很显嫩 很觉生气的 杨幂换造型师的 新造型受到网友群仇 带货女王终于也遭滑铁炉 不过杨幂的这款造型 却遭到了众网友们的群仇 大致意思就是杨幂的这身搭配 对不起 她带货女王的称号 有点失望 但小编说句公道话 杨幂的这身造型 和她之前许多出色的搭配相比 确实有点一般了 但并不是说不好看 这身搭配其实倒是还蛮清爽的 很符合现在初秋的季节 如果觉得冷 完全可以再加一件牛仔外套 网友们之所以这么吐槽杨幂的新造型 主要是因为之前杨幂的造型质量太高 对比之下显得这次很一般 而且杨幂这次是去纽约时装周 这身造型显得太随便了 不吹不黑 杨幂这次的造型 虽然不是那么让人惊艳 但也绝对算不上丑 讲真的 看完杨幂最近的造型 确实让人不禁疑惑 她是不是换了造型师 就拿她近日的红毯造型来说 成熟优雅 却不像之前那么让人惊艳的 可能杨幂是想要换路线了吧 感觉和之前风格差异很大 黑色的短袖搭配桃红色的流苏裙 幸亏是穿在了杨幂身上 换成一般人穿上会变成笑话的 因为这件裙子很像是拉拉对手里的手画 略显廉价和浮夸 好在杨幂的一双腿比较完美 驾驭起来倒也不成问题 期待杨幂这次纽约时装周之行 可以带给我们更多精彩的表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